你的心理衰竭黑 如果不做换心手术 你怕很难成为 星函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又在这里装柔柔给谁看 闭嘴 你这肮脏的嘴不配叫我的名字 签了她 星函 当年是你不择手段逼走家园 还将她软禁虐待 你处心积虑的哄骗 我奶奶逼我娶你 如今家园回来了 你的诡计败露 你还不该滚 没有 是你家园她自己要怎么的呀 到现在你还在狡辩吗 你不滚 是吧 那好 那我就让你知道 伤害家园的下场是什么 没有 你这个蛇蝎毒妇就快下地狱 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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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只能混蛋 你还会和我离婚吗 你还会和我离婚吗 半年 别说半年 哪怕你现在得绝症 死在我面前 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好 好 我小孩 我真的要死了 你就那么不在乎吗 三年的朝夕相伴 三年的真心付出 真的就只是一场梦了 就像是小瘾火 在弄力也找不两夜的紧握 你的病已经到了晚期 不能用情绪过分激动 否则 随时都有可能 你干什么 带你向嘉越认罪 傅希涵 跪下 告歉 是你 你让我 请这么当劲 自己好好看看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怀孕了 可能 你才回来一个月多月 怎么可能 为了嫁进傅家 你将嘉越囚禁在国外 还找流氓强暴他 沈颜 我真想挖出你的心 看一看 究竟是怎样一颗黑心 才能做出 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情 三年夫妻 他竟然为了林嘉越 又杀我 你才失去方向 好 晚中我这条命令 是傅家给 现在我就把它关给你 有一种悲伤 小杨哥 不要 嘉越 嘉越叫你不要乱动 你怎么那么傻呢 为了这个恶毒的女人 伤了自己的身体 不值得 小杨哥 我不想你为了我发现大错 林小姐真是好眼睛啊 沈颜你找死 你给我等着 让他一刀捅死了 你才太平 我要让你好好 那那对我 我要让你亲眼 我刚复兴涵结果的生 你才 无耻 你最好给我放你外面 你下次要是再打 我一定让你生死 你在做什么 别生 怎么了 小杨哥 我刚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事了 又我再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江月刚刚还护着你 你居然想害死他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真是死心不改啊 归下 给江月认错 是不是你只要是我说的话 你一个字都不会小心 就不能是他要伤害我吗 江月那么单纯善良 他怎么会害人呢 倒是你 我会比我不算为难 我看你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 本来想让你跪一天一遍 看来是我太心了 这等人应该跪到死 你为什么就愿意傻傻地被骗呢 你为什么不当地我一字一句呢 咱们 我们的感情都是假的吗 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行为不退 终于你 解放 你干什么 还 我说了你不配 终于你 ves um 给我好好跪着 没我的名顺 你不许起来 吴晓涵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让你在这儿 好好跪着 不得对你那个 在医院的弟弟 我可什么都做得出来 吴晓涵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难道我对你的真心 你一点都看不见了 好了 我要死了吗 吴晓涵 你满意了吗 沈妍 我 小姐你没事吧 小姐 小姐 小姐是你吗 小姐你做梦了吧 我在想什么呀 小姐你怀孕了 什么 你现在的身体情况 这个孩子不仅你要 兴摔几个碗切 这孩子就水游着 只怕一遍到出生的那天 这是我和星函的孩子 也许我能留在这身上 我一血小麻雀 我像是 可你的身体已经是 强中 算了 这一看你自己的选择 你丈夫呢 你可以给他商量一下 他 他很忙 那好吧 进步去好好商量一下 有时再来找我 孩子 我让你在这好好跪着 否则对你那个在医院的弟弟 我可什么都做得出来 星函发现我没跪 会不会为难小云 我得去看看 站住 我让你起来了吗 谁让你乱跑的 不是 我是 给我滚过来 你怀孕了 不是 是不是我给担心 你还敢 你怀孕了 先生哥哥 他怀着你 是你的孩子 嘉远 嘉远你怎么不听话 又跑出来了 你该好好休息的 先生哥哥 沈小姐怀的是你的苦手 是我不应该怀 我这种人 就不配留在你身边 嘉远你不要误会 我这个人是不会让别的女人 怀我的孩子的 我余生只要你 不行 我 没有我带这个孩子 我可以跟你离婚的 让你去李嘉远 让我留着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重新往后只是我师爷一个人的 跟你没有关系 该流产该退出的人是我 你还不可 沈小姐竟然怀了你的 你绝对陪陪她 是我不该带她 嘉远 该走的人不是你 来人 但是你小姐下去做检查 要是怀孕了 不留 不要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让我留住这个孩子 以后怎么样都可以 我怎样东西 还愣着干什么 拖下去 我不要 我不要 我求求你 我没有这个孩子 我就再也不能有孩子了 我这个孩子没有 我就不能再有孩子了 我求求我 我求求我 我不要放开我 别放我 不要 我 不要 不要 我 不要 我 不要 十年 敢告你 你也一起去死 不敢赢 我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不敢赢 主任 他的组织有很老 您是我们结果的奇迹 如果这次流产的话 恐怕你会发生还不上了 你為什麼會 吩咐的實際流傳 只有持續者沒有壞人 多說馬上 孩子 對不起 那麼沒能保護房子不行啊 你殺死了自己的孩子 怎麼有一天你會後悔的 還不行 星陽哥 你就讓我進去看看沈小姐吧 你還來著 沈爺你別不是好歹 家月心疼你 生著病還特意跑來看你 沈小姐 都是我 你一定要等我 別等我 家月 家月你沒事吧 沒事 她這種人還是不要看了 她那樣害你 我還留著她的命 真是便宜她了 灰漆的東西 星陽哥 陸廠看起來好疯 我肚子裡的孩子也是不女不男 我一想到我要流動的 我就好害怕 你放心 我不會讓你受這種苦的 這個孩子你好好生下來 以後就是我傅星函的親生骨肉 是我傅家的肉 滾 滾 滾 沈爺你別不是好歹 你再感動家月一下 馬上讓人把你那個半死不活弟弟扔出去 小月 你還記得 很好 再有下一次 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家月 我們走 小月 姐姐姐在你出國看病好不好 別 我都聽你的 我出國 姐不可能我嗎 她 我都聽過 你始終 你什麼 你沒事啊 姐就睡點力了 小月你聽話 這幾天你好好吃藥打針 等過兩天出國的手續辦下來了 我就带你走 什么 你没有出国 江医生 你别信那些传言 这里的医疗水源 已经是最顶尖了 况且 你姐弟俩的身体 都成这样子了 江医生 我 我在国内 已经联系好医院和医生了 哪个医生 国内外知名的专家 我十有八九都认识 说出名字了 什么 怎么了你 好啊 看个病也能勾的男人 我说怎么不见人 原来是耐不住寂寞 刚打完胎就出来找野男人 你胡说什么呢 我有胡说吗 你跟他在这拉拉扯扯 不就是做点见不得人的事 不许你叫说我姐 我都通说了 是你看上一个贱女人 不是你侮辱我姐 说谁贱女人 小语 不行了 你放开我弟弟 你还想你有什么冲我来 果然是亲姐弟啊 一样的令人讨厌 我看你是跟这个医生有了私情 想跟我撇清关系 所以才让小语回国的吧 你以为我会让你跟这个男人私奔吗 你把嘴巴放干净了 被我说中恼羞承诺了 我看你带你弟弟出国看病是假 跟这个医生想去国外观二人世界是真的吗 郭先生 你再胡说我可以告你诽谤 前夫淫妇说的有错 小语 不许你说家医生 不许说我姐 你太过分了 小语 姐姐在这呢 姐姐带你回去 站住 果然是有别的男人撑腰了 胆子变大了 那就好好看清楚 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敌情 能跟我对着干 你奶奶今年度快八十了 万一身体没有住 应该算不上医疗事故吧 小语 你这么做是违法的 我可以报警 那你报吧 看看是检察先查到呢 还是你奶奶的死讯先传回国内 你不能这么吗 我求愿了 奶奶 她年纪太大了 又是冲过来 她经不出事的 早这么乖不就好了 沈妍 你对家月的所作主 好好付出代价 晚上六点前 乖乖回到宫院 认错 赎罪 沈妍 沈妍 小语了 小姐 这边需要余交两万 她也只有一万多 这是傅星函的付卡 不管了 先救小语要紧 这份新函哥的卡 你们不是都要离婚了 这怎么还有 关你什么事 帮给我 新函哥可是跟我说了 以后他的东西 就是我 我凭什么不能力 好 我想起来了 你要救你那个弟弟是吗 那也可以 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我就把卡还给你 我再说一次 把卡还给我 新函哥的问题就是我 你凭什么 给我 你没事吧 新函哥 我没事 沈小姐不是故意的 我是看她砍掉了 想把她剪去 沈妍你找死吗 不是的 我没有听她 是她不用分数地把卡抢走了 她自己舍倒了架子 可恶了 这个满嘴晃晃的女人 当年害了贾运 现在还泼脏水陷害她 你的心到底怎么做呢 新函哥 沈小姐应该不是有缘 我刚才看她砍掉了 想帮她捡起来 原来是我碰我的东西多了 她说 留我在 你别怕 她还说什么 她还说 新函哥跟我待一起 所以新函哥也脏 新函哥的东西也脏 刚才 她是故意把这个卡扔掉 我想阻止她 可她却 新函哥 你别生气 沈小姐可能是因为 自己弟弟病了 情绪不好 所以 也不是有意说那些话 也不是有意推我 无意 我看她是有心的吧 沈妍 你那样算起江玉 你才是最肮脏歹毒的 江玉哪怕受到过那样的伤害 也比你干净百倍 你嫌我跟她咋 你也配 伟川 联系银行 把我给她的所有银行卡 全部停用 你不是很有骨气吗 好啊 不是嫌我脏吗 那你就靠自己的努力 好好给你弟弟赚钱养病吧 沈妍 你真没用 你连小雨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 原来 你怎么在这啊 我 江医生 我江医生 我想请你把个门拍 你先起来 你先起来 起来说 我 你想干什么 沈爷 别着急着走呀 等星寒哥回来 你快看出好戏吧 我为什么好和你说 打开 杰姨我们又回来了 我的孩子 教育 教育 沈小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可你明知道我有声誉 却还是拿热茶泼我 我给你敲 只是因为那个是热水 我怕烫着你 我没泼你 星寒哥 我知道我不该在意这个孩子 他毕竟不是我们两个人 可他毕竟在我的肚子里 我实在是 教 教育 你先别哭 我们先起来好吗 坐 星寒哥 你别怪沈小姐 他毕竟是你的妻子 我什么都不是 妻子 怎么会 家里的水果都是温水的 我已经警告你很多次 不要动家园 你 谁让在库里放开水的 星寒哥 不怪赵神 是我记得以前你爱喝热茶 担心茶放凉了你不行了 所以才能超神把你炸骨拿出来 你要怪就怪我吧 还不打电话就北医生过来 什么都不是 他到底是什么 那好 我先让你看看照片 是我转转翻尘 就像争夺旅行不停颠簸 开门 最后一遍 开门 你命里没我 就像是 你以为躲在这就有用了吗 你本事果然大得狠啊 普通的医患关系都能轻易的牵手啊 不普通的医患关系 是不是就直接上床了 不是 我没有 看来我该好好提醒你一下了 你现在到底是属于谁的 你放手 正阳 能不能再等 这个胎儿 该派上永诚 星寒哥 你工作那么忙 明天产检的事 能不能让沈小姐陪我去 我看她伤口也挺严重的 去医院还能看看医生 不行 你跟她去我不放心 工作可以往后退一退 我陪你去 哎呀 星寒哥 你就答应我吧 沈小姐昨天也不是故意的 而且 她伤口也挺严重的 不去的话 很容易感染发言的 再说了 妇产科全都是孕妇 你一个男人去 不太好吧 你就答应我 那你陪佳岳去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要是再敢 那你陪佳岳去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要是再敢 我今天要去医院陪小月 没时间陪她去 你找别人 佳岳刚好也去医院 你刚好顺路陪她 沈阳 别让我重复第二遍 跟我谈条件 你有想过后果吗 我肩膀上有事 我能开车 我能开车 要不我送林小姐和沈小姐过去吧 好啊 别再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否则我会让你弟弟和奶奶死得很难看 沈阳 被开水放滋味如何呀 那可是刚到的开水呀 林小姐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她脖子上的皮啊 都被烫开了 原来 他们是一伙的 沈阳 我要是 我就永远鬼畜将城 不愿意 应该还能保住一条命 否则的话 我肯定会让新唐哥杀人 能要是真有本事 就让父亲还帮我走 说实话我就知道 快 送医院 是 林小姐 林小姐 穆先生 刚才来的时候 沈小姐说 走这条路去医院更近 林小姐就让我走了这条 没有监控的小路 结果我车子刚一过来 她就猛敲我的方向盘 车子一时失控 然后就 沈阳你找死 今天 今天 佳玥和台儿要是有个好台 我上了你 就这么想 你甚至连问都没有 我不信她 难道信你吗 到底怎么回事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沈小姐 想不到你抢方向盘 害了林小姐 就不说了 你还录下这段断章去医的录音 你 先生 林小姐说这段话之前 是沈小姐先说了难听的话的 那你说 我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傅先生 今天在车上 沈小姐嘲笑林小姐 这几年在国外生活的怎么样 林小姐也是恼羞成怒的 就说了不该说的话 是林小姐先说的难听的话的 也对 你是她的人吗 我是她天成 沈小姐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我这么大年纪了 出来当保姆 打工 挣点零花钱 给家里补贴 我跟你无怨无仇 我跟林小姐非亲非故的 我为什么要害你 又为什么要帮林小姐呀 你明明 够了 不要再多说了 家月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我心里清楚得很 别以为你对家月 说了几句难听的话 今天害她的事 我就会算 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相信我 从来都没有拿我当过自己人 副总 林小姐的胎儿 没能够装 大人暂时 没有答案 很好 沈妍 家月的孩子没了 我现在来跟你仔细算账 没事 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鲜汉哥 是这个孩子不熟 不管是什么钱 宝宝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没用 保护不了自己 家月 你放心 我会为你和孩子报仇的 沈小姐 先是婚夫了 您进去 会脏了 她跟林小姐的眼 您站在她大门口 好好的跪着 你今天是还说了 您要是不想跪的话 就瞧瞧你的奶奶 要是您跪得她满意了 你奶奶就会好好的活着的 你老婆 差点 自打 少了 不能 无意 可 摇 inc 不 的 你可别怨我呀 我都替你向清晨哥求过情 你不是还有什么路因吗 可怎么办呢 他就是别愿意相信你 就是要认定你我对 你在这装病息试给谁看 清晨哥可不对车来看 沈云 说话 你挺无聊 先生外面雨很大 你要出去啊 先生 先生 清晨姐你没事 都是我不 我不应该来看你 怎么回事 你看雨这么大 沈小姐身上还有伤 我实在是不放心 所以我就把伞拿出来 想帮她挡下雨 可我的伞高就挡到她头上 她就 心还高 都是我不好 我明知道沈小姐不喜欢 我就不应该来惹她神 你快抱沈小姐进去 让医生来给她看看 那你先进去 江月 不灵小姐进去休息 找白医生过来给她看看 先生 先生 那沈小姐怎么 我看她是装的 沈小姐 你再给我装 信不信服 你果然给我装死了 我 不行 我不会 怎么 良心发现 睡到错了 我就算是在孤儿院 肚子 我也不应该跟老婆 我 我在身边 回家 你这算是承认了吗 如果当初不是为了钱 三年前你根本不愿意嫁给我 你根本不会跟我结婚对吗 三年前找我 我在一遇中的 我跟你阿婆 擦洗 清晕 到水里 你亲手不启动嫌弃 你可是我没有 我没有 我不是你醒了 你跟我说 我为了欺凌家 月儿跟我结婚 你不是什么 因为我爱着你 但后来 我为了照顾这么一年 我义无反顾的 放进了大好事 也只是在家照顾 我还要忍受你的坏脾气 可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你这个样子对我 我爱你 一马对应了 你对我的照顾不是你伤害嘉月的理由 所以 所以 当初 我为了你 因为你的心里只有你嘉月 我为了 你相信的或不相信的 我不在活着呢 我只希望有照顾 如果你 后果呢 拿来我的坟头看我 走不及 什么意思 什么坟头 你又想玩什么花样 又想装可怜吗 先生 不好了 先生 你要混蛋了 什么 好好给我跪着 我们的账 事故慢慢算 沈岩手背上的伤怎么来的 这 赵沈 我劝你最好说实话 我看到的是林小姐 林小姐什么 我刚刚在外面 看到林小姐用高跟鞋 踩着沈小姐的手背 而且还把她踹在了地上 对沈小姐 对沈小姐 口出狂言 拳打脚踢 刚才 嘉月是在外面 可我在窗户看得很清楚 没有拳打脚踢 谁许你这么污蔑嘉月的 到底有什么目的 还是说谁指使你们 先生 我实在是被你明白 赵沈 我劝你最好说清楚 否则别说江城了 就算全国内你都别再想找个功诺 是 先生 有一种 陪伤 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 是 姐 我自己跳上 你 陪伴我 不是 这 情话 为什么 火烊 无法 遗忘 有一种悲伤 却笑着雨 你很开思念 却背对背着 沈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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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为什么身上会出现烫伤 踩伤磕伤 还有一些分辨不清的伤口啊 沈颜 沈颜 你不会想说 你不小心碰到了桌子 桌甲磕到了头 桌上的水洒到你身上 把你烫伤了 最后桌脚正好踩到你身上 差不多是人了 你 沈颜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 这些伤我有理由相信你是被家暴的呀 沈颜 沈颜 你说啊 我能帮得到你啊 我没事的 真的是不小心 那天 那天就是我 不小心留在钥匙 碰巧 那天就是我 不小心留在钥匙 碰巧 那天就是我 不小心留在钥匙 碰巧 不过 我那天路过看到你家灯是亮过的 你确定是没拿钥匙 还是说 你被你先生所在的闻碗 来医院怎么不说一声 让我四处找人 问你话呢 来医院怎么不说一声 沈小姐的心脏病已经极其严重了 你作为丈夫 怎么能让她受伤 还让她淋雨呢 我的妻子辛苦 剩下的事 我们夫妻自己聊 你可以出去吗 你还知道她是你妻子 那 张医生 手术快开始了 真的是 我没事 你去哪 我上午还有台手术 我把手机放在同事那 如果有人欺负你 或者你不舒服的话 你给我打电话 沈妍 你可真够恶心的呀 勾引一个医生 还收买了一个保姆 你说说看 怎么跟你算账 什么意思 沈小姐 你快救生我呀 现在是发现我骗了她 是你说的 出了事情 你会救我的 你是不是人呢 你说 沈小姐 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 你说给我十万块钱 让我栽赃给林小姐 欺负你 先生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呀 我女儿继续用钱 我一时糊涂 先生 求你饶恕我 你胡说什么呢 我没有胡说 我这里有转账记录 转账记录啊 你真不说你就转赵石 这事情 就一点 我连两万块都没有 我上来给你弄来了十万 这钱确实是沈炎转给你的 刚才来的后上 赵水跟我说 是为姓姜的先生准备他的 还说 事后给他打了电话去 对对对对 我一慌就给忘了 就是沈小姐说给我转钱 之后 就有一个先生给我打电话 问我收到了没有 在电话里听 然后叫他江江声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就是叫他江一声 可这个伙子 这种 说边就让别人出来 先韩哥 你也知道我 我不会才会 好啊 那就把江一声叫过来对这 十万块钱 不可能一点激怒都没有 够了 没什么好查的 我相信嘉月 你勾引那个医生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帮你做这些 见不得人的事也正常 沈炎警告你 你再次会那个医生 让弟弟和奶奶都不好过 先韩哥 你别这样 你们这样 都是因为梦 哎哎 黎小姐 你这事怎么了 我会是又腹痛了吧 嘉月 我 沈炎你给我好好待着 你别再惹事 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再次欢喜无限重重来 偶尔四月上 谁 好歹 他也是我们的孩子呀 这流产了不是可惜吗 反正傅星函的蠢货 又不想让你真生下这孩子 你就假装做的样子弄个差点流产 让他收拾沈岩一番不就行了 你何必真吃药让那孩子流产呢 傅星函 孩子 我知道你嫁给这个孩子 可这不是没办法 您说您跟我说了 这个孩子保不住 我是习惯性流产体 那说到底 还不是怪你以前在国外 那几年没做什么措施 天呐 原来这孩子是记正阳的 林佳悦流产还是提前吃了药 好了好了都怪我 没事 孩子没了咱可以再药 到时候 说不定我们可以救这个孩子 真老是什么老是什么 恐怕不行 医生跟我说我这次流产过后 以后怕是再难怀孕了 我正想趁你这次机会 让星函哥哥把身炎弄死 呦 星函哥哥 教的这么亲切呢 家宇啊 你不会是因为星函真的心疼你了 在乎你了 就打算跟他重新在一起吧 怎么会呢 我什么心思 你还不知道呢 毕丁 忠心 我 要是谁原来是你呀 在我的 啊 救命啊 放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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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我來這個 放給我 沈小姐 既然你聽到了不該聽到的 管吧 放給我 學生臭丫 放給我 放給我 別走 你怎麼飛去 正好我沒在醫院 我們自己 可以好好 算了 起開 你你你聽我解釋 是是是是他先供應我的 是是是他先供應我的 真的是他供應你 真的呀 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是醫院 我再即刻也不至於把大晚上在這辦事吧 何況我又不是找不到女人 我何必搶上你的二手貨呢 真是他想供應我的 他說跟你日子不好過 讓我幫他離開你 我沒有 我沒有 他說 我呢 就這麼想我 為了跑你打算更加你多少男人 打算下降到什麼地步 你放棄我沒 看著我 真是真正好 原來是姐姐 還是你 真是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 你現在床你還讓我怎麼相信 你 我相信你很老實 你 幹什麼 你啊 我只能累了 我之前 你到死了 你敢 沈爺你前腳一直我後腳 就讓你弟弟和奶奶下去陪你 等我死了你為什麼還是不可動 好 你殺吧 你隨便殺 你殺誰現在都無所謂我不在乎 沈爺 你把刀放下 你知道我擔心不活 不行 我是欠傅家 我欠奶奶的 是我不欠你的呀 你不能這樣 我休息地欺負我 不行 我說最後一遍把刀放下 我後悔 我後悔來到傅家 我後悔嫁給你 可是你對我一家都不好 一家都不好 三年了 我在傅家當了三年的友人 三年的底線 可你還是不分清我 都擺地把我當成了仇人 好 你把刀放下慢慢說 這裡是醫院 你在這老鼠上會給醫生添麻煩的 醫生 哼 他果然在乎那個醫生 對 放下吧 別給醫生添麻煩 寫家 他 一對 你應該是很嚴重的 好 我 隔壁 你別過來你滾開 你別過來你滾開 他说我这只手受伤了 我能有多大的力气 你总是偏心 不关沈小姐 谢阳哥 说我刚流产完身体太虚 说我自己穿 你还有点狡辩 像岳岳流产生姿 我还不都是你害的 你别再说这名字 沈小姐 你把东西放开 我们有话好好说 只要你不伤害自己 我答应 我今天就不 你会不会再打扰你 哈远你会说什么 他想死就让他去死呀 你不用离开的 不能眼睁睁盖着他死 沈小姐 你听我的 现在都放下你 别拥了我 你躲开了 沈小姐 我这是要 要死了吗 怎么什么都听不到 快点 快点 急急睡觉 想问病人有没有 棉花性疾病 或者是基础性疾病 有没有药物工医生 请您如实告诉我 他有点心酸 有点 什么程度 我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你是病患了什么人 丈夫 身为丈夫 你居然不知道妻子的病情 病患已经严重出现了防灿 并且被我吐血的情况 这么严重 他这下有没有解释出心肌病 或者是心脏肿瘤 大概没有吧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什么叫大概 唉 算了算了 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 来进行解极想救 你签字吧 看歪子心里真的没有睡 看歪子心里真的没有睡 你怎么办 医生在院不正常吗 反正是你 身为别人的丈夫 竟然连妻子的病情 都一不所知 这才传不过去了 行吧 难道你心里真的没有谁 这三年他是怎么对你的 就算是块石头 也该捂热了吧 要是他没了 你真的不后悔 刀是他自己拿的 死也是他自己照的 他不瞎着等着心事来 什么事都没有 一切都是因为林佳月 才不是神爷自照的 行吧 你对神燕真的太过分了 为什么林佳月说什么 你都照单全收 神燕对你做的一切 就选择性失明了 家月不会说我 他我清楚地喊 附行喊 做人要讲诚信 那三年来 神燕是无怨无悔的照顾你 林佳月早就跑了 是他逼家月做我的 家月要是在的话 他也会无怨无悔的照顾我 是不是林佳月就问你 我不清楚 我告诉你 当初说 神燕赶走林佳月目的不纯 心疏不正 我真是替神燕心寒 当时 你一个人世不清的食物人 神燕能通你什么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清楚 不用帮他说话 我现在还留他一命 只是因为他欠家月的 他该赎罪 好 你的家事我不恍都说 别怪我没提醒你 做人还是留意先的好 别以后会后悔了 亏想起你对他做的那些事情 想弥补也弥补不了 我没什么好弥补的 该弥补的是他 有错的也是他 我没错 没错 谁是沈颜你叫 我是 沈颜你叫 我是 马上送去住院部观察 你先办理一下手续去吧 现在就去 哎 谁是当局者迷 沈颜这三年来是怎么做的 我们都看在眼里 你为什么不试着相信一次沈颜 是乔乔当年天生照顾我奶奶的余生 找到的给我带过来 我知道当天奶奶真正逼走佳悦的原因 可他 他又没有想起 小沈额 你是要欢迎我 小沈额 你在这边好 来 你唱着 你没事 我想那沈颜的病人 没吃饭 你照顾他 应该是没有吃饭 所以让小沈额抱着他 跟你送我来 你身体不好 以后这些事啊 是交给别人来做 信韩哥 你还是不相信我呢 我觉得是我骗了你 污蔑了一生 所以你才会去想找余生 是想让余生跟我对姬吗 佳悦 你别误会 我不可能不相信你的 那你为什么要找余生 我是担心当初陷害你的人 除了沈颜之外还有其他的 你受到那样的伤害 事情干好 要调查清楚 我一边帮你可回公道才是 当初 就是想着以后能见到你 所以才苟活了一下 你不连你也不相信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佳悦 你所受的磨难都是因为我 放心 就算别人再怎么在这 我也站在你这里 我以为你不要我 佳悦 我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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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院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一会再来看你 好 傅星涵到底还是起义了 要是那个余生被找到 傅星涵知道了当年是我抛弃的 和季正阳远走高飞的事 那一切都完了 不行 我要先下手没劫 可以 傅星涵你到底得的什么病 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 能不要逼我吧 遗传系心脏病 从小就这样 并不是不知的 医生说你的情况没那么简单 普通的心脏病不是这样的 我还听那个江医生 和你的主治大夫说 说你要换心脏 我生什么病 都和你没用关系 老振你也从来没有想起 那么好 你最好不要骗我 现在你不是你 小玥在给嘉玥是最好的 小玥 小玥在水那最暂时的 小玥 不好了不好了 三号船出事了快来人啊 三号船 小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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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这不是我的呢 真不是我的 快救人快 姐夫 是我说我姐要找我 然后我一进来 看不到要捅自己 你不能在我眼神 自己都能自己一刀 你别叫我姐夫 你不配 你和你那个恶毒姐姐都不配 先生你先冷静 事情还是等警察来处理吧 快 快 你死守我 见我姐 你去死吧 父亲 你放开我弟弟 放了他 他是个杀人犯 我家人家人现在还在抢救 你让我放了他 就敢上帝 我可能 我弟弟不肯能杀人 要是敢动他 我给你拼命 滚开 谁又不警告你 我什么知道是你指使的我 姐 姐 你没事吧姐姐没事了 小玥 你跟自己说 不是你做的对不对 不是我说的 是有一个故事 说你在这儿要见我 我一进来 那个女人就拿刀统一 然后医生后护士就进来了 小玥别怕 姐姐相信你 姐姐会保护你的 好大的口气 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护着这个杀人犯 等警察来了 让他去牢里解释了 不行了 送我求你 你不可以 小玥他还小呢 你别对我 你有什么冲我来 怎么样都可以 你这是承认了 就是你害了家园 就是你清楚你弟弟是为成年不会坐牢 就是你指使的他对不对 是是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承认你伤害小玥 什么叫想怎么样 无论去哪 做什么 当牛做马 哪怕你让我现在去死都可以 好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对 我说的 真希望你 要伤害小玥 伤不伤害 就看你有没有诚意 不想想 林小姐已经脱离了一件机 再抢救室灌下半个小时 就可以出来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林小姐的子宫 生死了 可能 也会无法生 啊 姐 这要如你所愿了是吧 家园不能生孩子 你就是凭什么留着子宫和甄育的命 什么意思 我听说国外已经有子宫移植成功的案例了 既然家园不能生孩子 那就把那个子宫移植给他 就当是你帮他了 伯兴凯 你说什么 我听说沈小姐只是心脏不好 怎么耳朵也不好是 好 好 我可以把子宫移植给你占预 但是 我有个条件 沈宇 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子宫都要拿快谈条件 我真是小看你 你就说你他不答应 沈宇 你事早如今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我让你占预就你占预决 别说一个子宫 你会伤造心肺 你反靠得了 我 你可以逼迫医生 敢做手术 但只有我不愿意 我一定有办法可以让手术不用顺利见心 就算是一时俱焚 你也救不了你亲爱的林嘉远 不行啊 你也救不了你亲爱的林嘉远 你也救不了你亲爱的林嘉远 你可以不放过我 只要你放过我奶奶 还有弟弟 我现在可以立刻就在子宫 一直搭上签字 你这嘴脸倒是提醒了我 就你这肮脏的身子 你不配向嘉远提供子宫 我倒是有个提议啊 能让你体会到嘉远同样的独困 让你向嘉远赎罪 你要干什么 你要带我去哪 罪今招 什么 你放开我 一日之夜 副总 这人怎么又远迟你来这啊 来坐坐坐坐 这位是傅大少小秘买 可真漂亮啊 傅大少可是好福气啊 做我的女人她不配 不过这些心情好 带出来跟你们合了 这样的角色真是难见 傅大哨真的是好眼光 晚上跟赵总在夸你呢 没听到 还不敬酒 这长得也不错 身材也是一拳 戏皮嫩肉的 这位沈小姐可不是 玩得开 喜欢自作 不知道你能不能买 哟 果然是个会玩的主 我喜欢 妹妹 哥哥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你想怎么玩 告诉我 我一定把你给满足 让你欲仙欲死 老王 你也有栽坑洞时候啊 你也有栽坑洞 我 啊 啊 这一人让你勾三打三 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 呀 敢打老子啊 你以为你什么东西 告诉我 像你像你 见读了 别给我装什么青春高贵 像你这样都是给别人玩的 你自己找死的 骂吧 我告诉你 小 啊 啊 啊 你走 你 你自己找死的 他只有我可以打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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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 啊 都不厉害又干什么 你能捅我 每个痛快 一刀杀了 不要再这样互相沉默了 休息 我和你不死不休 了 测干净换好衣服出来 哎 不行寒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的对我 是不是爱你就是我最大的罪 是不是我死了你才能放过我 才能放过你自己 我会回来到复家 我会嫁给你 我在复家交了三年的佣人 不行 是不是什么都把我丢出去了 你有什么冲我来怎么样都可以 想逃走 想逃走 和别的男人双出双心 你做梦吗 沈爺 你好了没 沈爺我警告你不要和我玩花样女弟弟 在里面这么久 是不是又想逃走 在里面这么久是不是又想逃走 龙叔我可不想逃离你 你们干什么 别的男人可以摸摸就不行了啊 你等我杀了我 你等我杀了我 啊 和别的男人惊醒我吧 和我就一副人物中的样子 你别忘了 你还没理会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不行啊 我深深 我不是你的一个王 你即使我没有理会 只要我不愿意你不能脚包我 如果你才这样 就去死 去死了 你的生死可由不得你 你是不是忘了 你弟弟刚刚才刺伤了甲鱼 你不是想让我放过你弟弟和奶奶吗 既然如此 那你就替你弟弟去坐牢吧 梅姐就是他 拿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 哎 既然 有人要让你死 那我们就好好招待 走 干什么 别擦 去 你这死三八 你算是说吗 然后你最好的 一ject 你这种 你 как的 你没有 你没办法 你给我 你不要喝给我 你说什么呢 我没听清 你把照片喝给我 不要 臭婊子 敢跟你没解我要东西啊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我手里把照片喝给我 照片喝给我 我给我 我叫死你 夹死你 我叫死你 快 杀人了 救命啊 杀人了 杏涵哥 我最近辛苦了 今天假的 我就是给你签付 以后这些小事 还是让做事来吧 杏涵哥 我最近学了穴位按摩 我帮你按按摩 杏涵哥 杏涵 你身子不好 脚背包休息 阿玥 杏涵哥 我头好晕 你扶我回去休息好了 你扶手不好 真不吵 看上所出事了 这帮没用的东西 一个病歪歪的女人都搞定 他这样半死不活的 反而让父亲还更加稀罗 不懂 还是做那篇说 北极棒的时候 沈小姐吃了我饭 他也不错 被发现的时候 也很严重了 就不能转眼了 不可能无缘不足 我都检查过了 身上四手都是伤 这根本不是心脏的问题 监狱里面不是检查手 怎么会有的伤打 生意名外科医生 难道我连这点最基本的谈论力都没有 我建成 有些事 还是不要 这些事原本没有的 布总 沈原人就在这里了 秦安 伤情 这些是原本没有的 你们都出去吧 新安哥 我留下来陪你吧 送米小姐回去 是 米小姐 等吧 米小姐 你 你 我 我只是想让你吃点苦头 让你服个软 可是这些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原你醒 你 别打我 啊 啊 超 谁跟你发什么狗 我是不心寒啊 不是 哎呀 杀我 我都要杀我 你冷静你啊 我求求你 我求你了 我把我的主公主任家里 我把我的天都给你了 为什么 我给你 求你 我给你还给我 我把我的奶奶还给我 希望你 我们 救命了 我给你归下 我求你了 我给你道歉行吗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要求你 啊 我放开我吧 你放了 你放了 他就是走 说自估计 是撞伤一击 撞伤一击 人在受到巨大的精神伤伤之后 思维和缝乱 大脑呢 开启自我保护机制 患者 被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导致了记忆错乱和情绪不稳定 这是心理和精神的双肢基础 你是说他疯了是吧 陈先生 沈炎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 内伤外伤心脏疾病 还有精神创伤 你如果真心对他好的话 就不应该带他出医院 沈炎是我太太 我会照顾他 像他这种情况 如果再接受外在刺激的话 会变成造语症的 无论就是成功 都要带回你家 副总 到了 下车吧 沈炎 到家了 对了 这就是你家 我忘记了吗 这不是我家 我家的 我 这就是你家 我是你丈夫 你忘记了吗 有意中 你说 是小只 你 沈小姐 沈小姐你没事吧 怎么回事 副总 你每天弄完天明后 他若想到厕所 我就陪他过来了 都接近两个小时了 还没有出来 这没用的东西 你 开门 我 你 是 我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其实 我 现在 我们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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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云 别碰我 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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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我是不清涵 我的天 别碰 有我在没有人会上海域 是吗 是真的 这里是我们的家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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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什么事呢 起来吧 没有办法 交场的海格不会轻微 你说什么了 你快回来吧 傅先生把沈云接回来了 那他们现在在干嘛 傅先生在亲自照顾他 嗯 小雨呢 这里怎么没有小雨 还好 他哪怕这样失控了 还记得沈云 小雨好好的在医院 还是一样 我帮你联系之前那个人 让他继续给你弟弟捐血心脏 好不好 什么事儿 副总 那位周先生 本来就已经病重一天了 上周末 他突然发病了 已经过世了 副总 国内的医疗水平 即便低音保存 过了二十四小时 就无法再移植了 何况 你当初 气口说 不需要了 知道了 范囊醋总能付出代价 你如今所受的 这倒是还给家人 你放心 只要你听话 我不会再怎么 也会帮你弟弟 再找到合适的心脏 好好睡一盆 好 水盐 水盐你在哪 别躲了 怎么躲在衣柜后面 还穿着星寒哥的衣服 你不知道星寒哥有洁癖 更脏了怎么 我说你怎么还坐得住 你弟弟马上就死 小玉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 之前答应给神语捐心脏了别 三天前已经不适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哼 不能受刺激 我倒要看看 你受了刺激会不会死 对是死亡证明 三天前死的 也就是 上公日 他叫周金业 你应该 还记得吧 不可能 不可能啊 你还不相信 那我打电话帮你核实一下 金院长 之前答应给神语捐心脏的那个人去世了 还能不能继续捐心脏 林小姐 不是我们院房不光芒 但凡能想到办法 我们一定就想了 周先生已经过世三天了 心脏确实无法再捐心脏 那真是太遗憾了 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心脏的配率本身就很低 说完事业 短时间内想找到第二个 几乎是不可能的 看吧 我没骗你的 可能 可能 周先生明明活得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死了呢 是不是动了手脚 周先生已经病重一年 实在是太病 所以你就帮了帮他 走出去 啊我杀了你 你杀了 沈小姐的家伙我救命 沈小姐沈小姐你冷静点 千万不要做傻事 小姐他你救救我 别过来了 我不过去我不过去 沈小姐你就放过林小姐吧 他害了我弟弟 我杀了他 我走 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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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让赵神看着他 不让人随便进他的房间 她为什么会 是 林小姐好心 想进去看看沈小姐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沈小姐像发了风一样 掐着林小姐的脖子 然后就出事了 沈言人呢 副总 沈小姐 一直待在卧室里 怎么叫也不出来 后续 也是被吓人 赵沈 我不是说过 不要让人随便进沈言的打劫 林小姐为什么要进去 沈言有诏语症 情绪不稳定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嘉宇 这次就不要责怪他了 什么 我没听错了 傅仙函怎么开始维护他 现况我提前就在圆埋了一个自己人 不然这楼梯还真的白甩 我没听错了 傅仙函 我们复查过了 沈小姐并没有得什么躁遇症 是江月辰医生的失误 我们医院暂时停止她的一切工作 这之前不是确诊沈小姐有躁遇症 这诊断还能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回事 傅仙函小姐 这个确实是我们医院的失职 江月辰不过是个心外科医生 沈小姐就专备目诊 那她有什么关系 江医生的亲戚是江薇 也是我们医院的心理科大夫 所以沈小姐被劝 你的意思是 江月辰帮沈小姐做假 我们刚听到 也非常的震惊 毕竟这两个医生 在我们医院的口味一直不错 副总 这个确实是我们医院的过错 我们已经做出 对两位医生做了情职处理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都可以提 我们医院尽量满足你 心罕过 本来我不想说了 我想使言 又是入狱又住院 怕她心理承受不了 可我现在知道她在装备 我就不得不说 你说 其实 那天我去她房间的时候 听见她在打电话 好像是在给那个 江医生 他们说什么了 她说 心理紧容单的时候 很谢谢江医生 她现在已经出狱了 而且她弟弟的侵犯 跟你有了容量 还说 在监狱里 终于让那个女姐不少了 那一切都很久 沈颜 你就好好等着吧 这一次 傅星函不会让你好过 沈小姐人呢 先生 沈小姐正在做心理催眠治的 我心理医生说 一个小时之内 不能有人替你去打扰 心理医生 我医生还在回货的飞机上 下午就能够进江城 哪来的手催你 是一位个子高大的先生 他说自己是心理医生 现在已经快来半个小时了 副总 这 时间报警赶紧走 是 林嘉月摔下楼 就是你给我发消息之前不久是吗 我没给你发消息 怎么可能 我明明收到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还以为 是你关心我 还真巧不要看了 沈颜 沈颜 你没事吧 算了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你现在情况非常糟糕 无论是心脏疾病还是心理疾病都必须住院随时观察 在家非常危险 张医生 我不能走 我还是走了奶奶和弟弟怎么办 如果我跟你走了 他会助理你 啊 你给我滚起来 放开他 放开他 他是个病人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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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有牵控我还不知道张医生有这么大的本事 敢偷别人的妻子 不心寒 你有本事冲我来啊 你们放开他 他没有 他没有拐骗 我是我自己要跟他走的 爷爷 他没有伤到你 警官 我妻子他有躁遇症 心理不太正常 他的话你不要 没有 不是的 我不是神经病 真的是我自己要跟他走的 我他又不清楚 警官 这位姜医生冒从心理医生偷偷进入我的庄园 带头我的妻子 我告他涉嫌违法 这不算被罪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好了 好了 你有心脏病 情绪不要太大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 那么高的女孩 心脏病反差 警察同志请你们相信我 我已经跟这个人离婚了 他让弟弟很感的邪惑我 比我留在这里他还 怎么越说还越离谱吧 你现在情绪不稳定 我带你 警官 剩下的事儿交给两个善后 我一定要让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事情 至于我的妻子 等他情绪稳定了 我再带他来的 你 对他怎么叫 乔医生 等你怎么抖一趟吧 还想回哪儿去 急着救你的肩膚 跟他没有关系 是王爷带我走的 你用什么冲我来 别急 你的账我会跟你好好算 除了我什么送饭 其他任何人来都不许开 你们给我看好他 其他婆婆我来都吃不了 等着他 是 不许 不行 你帮我出去 你不行 能不能再听一听 听你的声音 厌宴 这是医院 别人还有摄像疼了 监控怎么样 现在这医院由我管 山几段监控录像是吗 小意思 好了 我找你来是说正事 心涵已经开始怀疑了 那他质上有点堪忧啊 现在才开始怀疑 去你呢 你巴不得我倒点传帮 哎呀 我传帮了不怕 大不了我给你拨个肘 到时候 你就说孩子是他的 他就算知道些什么事 也不能管你怎么样 这叫免死金牌再少 在国安呢 流产次数还不够多 我现在已经怀不上孩子 他妈真麻烦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晓月 我们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 像当年一样 让福星海 再将你上车祸 这就要了 我解放了 你要是再提福星海 那场车祸 就别怪我们玩了 哎呦呦呦呦呦 还说生气了 好好好好好 不提不提啊 你让我借一口 哈哈哈 在医院 你在干什么 来嘛 谢谢你 我想着你是新韩继母弟弟的 不 你新韩叫医生小姐姐 他妈想他 啊 是谁啊 啊 我看着哪些人轮到你来抢 行 算算算你命好 别让老子见到你啊 没事吧 是韩哥 我看见季先生在那 想着给他打一个招 可我没想到 你和李季正阳远离 见着他乱倒走 招呼都不要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季正阳的酒量一直很好 再说 这里这么多人 如果家月叫人 会没人听见 西韩哥 我也是有东西吗 我在想公司的事 我又没问他在做什么 他在欣虚什么 难道 是在故意躲着我 西韩哥 我知道你工作忙 但你要注意休息 嘉宇 你到医院来到底做什么的 我上次流产过后 身体一直不太舒服 所以到医院来检查一下身体 他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嘉宇 我知道你喜欢孩子 但是怀孕这个东西 讲究缘分的 你不要太 西韩哥 其实我 我想过 如果你实在想到孩子的话 我让雪茜帮你生一个孩子 你是什么 就当时他说这样 我知道这个你有点难以接受 但是 移植子孤的成功率实在太低了 我们不能冒这险 你当我有病吗 沈颜跟你生孩子 让我养不是保姆 你最让 嘉宇 不要想太多 你请我来吧 白死的事 那我都要怎么样才能让你彻底下来 你 你 你 去哪 副总放心 我是不会离开这个房间的 知道就好 我是很熟 附总的吩咐 我有拒绝的资本吗 那好 你给家月生个孩子 什么叫做给家月生个孩子 你没事吧 你放开 我不想和老子不轻轻来说话 神明你别不知好歹 实话告诉你 国际知名的心脏外科医生 赵教授下车依旧回国 什么意思 我跟他联系过 神语的知道他看过 说有些人 神语的心 病情不用犯行的 你的病态可以顺带一起看 说的是真的 这点小时我有不要骗你吗 你爷爷最近还好吧 等我周一回来 找他好好喝两杯 听清楚了没 需要我再打个视频电话 帮你确认一下 不用 赵教授下车就回国 你和江若晨私奔的时候 我也可以不计较 沈颜帮给你这么多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点福报呢 不要打扰他 等到周五再来小时的 让他多吃 这鸡 都快死了 我还够也喜欢 你来干什么 出去 怎么 我来的不是石碰 沈小姐不会再跟自己的肩膚打电话 你留着私奔吧 你自己放干净点 我有你做的那些事情 我倒要看看 是 是 还给我 怎么 你没做亏心事 心虚 我只是打电话 给医院学问我弟弟的病情 是吗 那我告诉你 你不用给医院打电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什么意思 你弟弟活不了 他也不是死的事 是因为有你这么的贱货奇迹 你敢打我 不打的就是你 你个组织小语 你不得好 沈爺 那我们就看看 谁先死 沈爺 那就看看 谁先死 你有病吗 你干什么 你有病吗 沈小姐 你为什么退我 你自己往这上摔你 好疼呀 佳远 沈爺你别太过分了 我最后一次警告 你最好给我安分身体待在家里 不要找佳远麻烦 别想着出去见识他们 就是沈小姐 先生说了 您不能出去 林小姐好心阻止你 你还这样对他 真是不得 你们主官人要和他挺好的 时间都看得这么快 沈小姐 你怎么能这么忽略 我和林小姐 我只是听先生的话 做好本身归座 而林小姐 你这有好心劝你 你跟我去当鱼肝肺呀 我出去 我不是要看到鱼肺 你 沈爺哥 别生气 沈小姐竟然不能进到我们 我们就出去 身体不好 不能再说自己 沈小姐手机坏了 我帮你来 你给我看 你修 修个手下的生气 这次修一下 很快就会帮给你 另外 沈宇的身体也不用担心 赵教师很快就会回国 以他的艺术 沈宇很快就会痊愈 林家运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 否则 我不会放过你的 刚才那一巴掌 记一下 你就给我花儿等着吧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有什么事都冲我来 你要是干做什么坏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啊 你就在屋里好好待着吧 别想着出去勾引男人了 哼 你们这些魔鬼 你们要干什么呢 我这些魔鬼 你里面的 就算死了也别出去 是 沈宇 我会让你失去所有灵费 现金会 欺负 你怕都会脚垫 顾总 林小姐出门了 需要我看着家里 要是 不要下去 是 先生 沈小姐我这东西 还把东西都给砸了 我们担心他又出什么问题 不是所以我就打电话 请您回来看看 知道了 全东西好消耗的时候送你了 哎 你这到底什么用 身体到底长了 就是知道什么东西造命名啊 为什么不吃饭 每天像被畜生一样管着 吃不下去 你何苦折磨自己呢 招手很快就回国了 沈宇的病肯定能吃好 别到时候沈宇的病治好了 你去把自己折磨化 一会儿招手会哪些吃得过来 多少吃点 你要是再刷脾气绝食 怎么了 小雨出场了 小雨呢 好不乐的怎么会出车祸 你立即走的时候和田达打了招 说是你的手机号码打过来的电话 说你突发急着 叫他赶紧去江城人民医院看 然后再办公上修 现在还在你面前抢救 你手机换拿去修了 怎么不这样 家瑜一定要死他 家瑜一定要死他 家瑜怎么做这样的事情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误会 吴兴涵 我不想跟你废话 小雨他要是有个好歹 我十年就算是拼了我这条命 我要拉着你跟家瑜下地狱 小梁你不说什么呀 说起手机 我给你打了一整天电话都没接 我好不容易转到适配的心脏 你们怎么在关键时刻掉脸子 谁的心脏 张医生 这里是急救的地方 不是你的坑齿 不是你的坑齿 甚远 事情不是你想念 跟我说 你给我誓可儿子 是我弟弟的命 谁的心脏 这意味着 我弟弟终于可以健康 没有负担的活下去了 你居然忙着 你这样子 跟小雨修说有什么区别 别打了 这是急救室的门口 沈宇在里面还生死未有呢 哈喽 小雨 小雨 还是这些对不起你 小雨 请问哪位是沈宇 我是 据我们了解 沈宇在离开医院时 接到了沈小姐的电话号 打来的电话 才起点外出 警察总之 我手机坏了 但别有微信在哪里 警察总之 沈宇小姐没有打电话 这明显是有人须以掀摆的 请你们一定要查清楚了 不能让华人逍遥法官 这样子 这样子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那请问 沈小姐的手机 1080 是在谁的手中呢 林佳悦 那林佳悦是什么 请问 你所说的林佳悦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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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总之 是赵军总之 这是我们其他客室 要举的监控间接 显示电话号码 是从一家住宿店 虽然不是沈小姐管人 那这个通电话的人 有十分可能 这已经不是一起 简单的消防照示案件 谢谢证据 也不得证 我妈会调查者 找到特导的感觉 一定不会让我还不好 你就不会 立案 西涵哥 生命怎么样了 他没事吧 佳悦 你还敢过来 接你 沈小姐 这是怎么了 我需要什么地方 多变你的 林佳悦小姐是吧 是 家人生有什么伤 林小姐的眼睛不好 你就不能想着 你怎么看的 你什么意思 沈岩的手都没有碰到 你怎么下去了 莫非 是隔空受力倒下去的 西涵哥 他们怎么都这样恶意揣测我 家喻 警察查到了一些证据 引诱沈宇出院的电话 是沈岩的电话打的 对于这件事 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呀 我只知道 谁能手机拿去修 后来不知道 他们会拿他的电话 别 这是别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别当心 警察在 一切都会是若是出的 有些妖魔毁坏 奔出了几天 张医生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他拿使人的电话 谁有约出来伤害吗 人在做 天在大 你们怎么能这样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没问题是沈岩的家属 我真的 不是 医生 小语他怎么样了 皮外纱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咱是保重的性命 大家还没有脱离危险器 什么意思 他有西藏疾病 未来这几天很重要 就怕这个 外伤降重 会引起他的 心力衰竭 那就 小语 沈明 小语医生 你的职责是治病救人 不是照顾别人的妻子 小语 小语 小语你先行 他的麻药还没有过 沈小姐 你冷静一点 是啊 小语还没多过险期 你别帮我 医生 小语他什么时候能醒来 这个还不清楚 正常情况下是24小时 他受伤比较重 哎 碰起他现在了 哎 我快出去 我 快出去 快出去 什么事 副总 当年照顾老夫人的余神 您被找到了 人在哪 怎么来我带过来 刚到机场 我去接他来别说 好的 确保脚用完红薯的代表 我亲自的路 怎么 竟然让他们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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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赶紧去吧 干嘛呀 你是多 我吃不了了 你很心里已经被晓得了 现在是加藏机 啊 我不管他用什么 赶紧去吧 叫你去吧 叫你去吧 你终于原来是 三百去找 是 行了 我看到老太太被病生接走了 你是死人吗 你就不能开车撞了 哎 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吧 就算那老太太见到复兴好呢 就知道了用他怎么样 你又不会死 我现在人说撞人是犯法的 是会死人的 喂 喂 你这东西 就还是得靠自己 别说是余神 就算是老太婆在 你别想这么 老夫人绝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当初是李小姐自己要做的 而且当着老夫人和我的面 把话说得很难听 她说她情愿叫对街边的乞丐 也不愿意为了一个废人 葬送了下半生 不怕大少爷您难过 我觉得 还是要告诉您事情真相 李小姐不仅嫌弃您受伤要毁婚 而且事后老夫人还派人调查了 这个李小姐 早就和季正阳倒在了一起 她毁婚后 是和季正阳先生一起出国的 胡说八道 李小姐 我跟你无怨无讨的 你为什么要诬蔑我 你怎么办 西汉哥 我看你刚躲得几分匆呢 担心出什么事 所以就跟上来看看 没想到 我没事 遇上的话你也不用太在意 兴许这中间有什么误会 既然李小姐来了 那正好 我们可以直接当面对峙 三年前 大少爷车后昏迷 李小姐 你亲口说 不会嫁给一个废人 隔天 你就和季先生一起去了机场 直飞了伦敦 这件事 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事 林小姐 你敢发毒誓吗 我绝不可能说过那种话 当年如果不是我被逼出国 西汉哥出了那么严重的事 我怎么可能不管他 我在国外那几年 每天都会在同学之中 我知道您照顾老夫人多年 您的老夫人都是好人 绝对不可能存心无名 林小姐 我问你敢不敢发誓 你说这些做什么 而且你的意思是 我们不会存心诬陷你 那就是有人存心诬陷你 连带着骗了我和老夫人 这也不是没可能 林小姐 你不用纸丧骂怀了 我老婆子可以直接告诉你 沈小姐从来没有诬陷过任何人 我也没说是她 林小姐 在傅家待着 又知道傅家这么多事情 但设计欺骗我们 除了你 就只有沈小姐有这么少见 难道你想说是你自己欺骗自己 好了 林小姐不用再编排别人了 像你这样的白眼吧 当年那样恶与重伤副先生 老夫人就不该心软 放你出国 于是你 听说你前段时间回国 肤子都大 怕是你的肩膚 季正阳的种子吧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了 老夫人都去世了 还平白的被你泼了脏水 于是我绝没有想诬陷老夫人 如果这事确实跟老夫人没关系 那我也是被当年那个人算起了 至于沈小姐 我确实听见那个男人打电话 提到了沈小姐 可能是我落魄的事 又有些人旅游 老夫人不在了 我们对证 你想怎么说都行了 大少爷 他说他这三年被人关在国外不能回来 可是老夫人一去世 他立马就逃回来了 这也太巧了吧 好了于是 你远说回国也是 只下去休息 大少爷 谢谢大少爷 大少爷 我是看着您长大的 医老卖老 我再多提醒您一句 放在身边的人 还是要清楚干净些 哦 医生 这边请 我还有事 副总 要去哪儿 卫川 你觉得于沈可能撒谎吗 要说别人 可能会 于沈 可是跟老夫人一辈子的 他不可能 可是佳月他 他怎么会呢 他当年和那样拼了命的救了我 副总 当时 你也身负重伤了 你百分百确定 救你的人是林小姐吧 你是说 我在学习保佑课程的时候 我的教官曾经说过 人在重伤失险的情况下 或者头部受到重创的情况下 会把相似的人看错 甚至 会出现主观异象 或者是 副总 副总 你怎么了 去医院 怎么 来看笑话 我会尽全力帮小语再找个全先生 傅兴涵 小语他现在都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你觉得 你现在找一颗心脏过来 他能一直吗 请你转告林家月 我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预祝他 死无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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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你也一样 副总 沈小姐 是因为他这类病 心情不太好 你原谅他吧 如果都不是他做的 那我就是大叔他做的 我才是那个该被原谅的人 你也把他帮他吗 你站在那里 你真的回来 你真的帮你 在那里 你现在永远 是冷的 我真的是 老马 你会坚持住 如果他只爱自己 你无数 他不认为 你还不认为 我认为 你还不认为 你还不认为 就是因为有沈妍这个绊脚石 只要沈妍不在了 凭你的手段 傅星函还不是凤装之憋啊 你的意思是 让我去除掉沈妍 傻孩子 杀人不一定非得用刀啊 只要能拿住他的死血 一样可以 杀人不见血呀 我明白了 现在和朋友软着拍 姐姐 你跟我说 你不能着急 急不急 姐是高兴 我听见你叫我这心 我不想让你跟着 是姐姐不好 多管姐姐 沈妍家属组织医生找 小语 你等着姐姐啊 姐姐出去一下 你有什么想吃的跟姐姐说 这 我没有吃 馄饨好 小别小的时候就来吃馄饨 姐姐给你带回来啊 放心吧 我让他在组织医生办公室等着 组织医生吃饭去了 没有两三个小时回复呢 沈妍 这可是你逼我 那个就别怪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来干什么 我姐姐呢 你姐姐不会来了 她快死了 你奶奶也快死了 你怎么还活着 你胡说 我姐跟我奶都好好的 你不知道吗 你姐姐惹动了新韩哥 新韩哥为了给她一点教训 当场把了那个老东西的氧气罩 谁知道那个老东西 她经不住事 一口气没上来就直接死 至于你姐姐嘛 心里衰竭晚期 离死也不远了 你说你们一家人都快死了 你还活过来干什么 你叫胡说八号剑军 我撕你的嘴 你说你们一家子都是病样子 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你了 这辈子遭这样的现实吧 你 我跟你拼了 来呀 你以为我怕你 我就是要看着你跟你那个贱户 就一块儿死 你 嗯 沈妮啊 你怎么在这啊 你身在我过来的 那你都在那里干天了 黄医生早就去吃饭了呀 怎么你 我说怎么在女人家里 你还在这把全清灭 今天我到了那个 是你的脸的屁股还是我的拳头翼 我 沈妍 你没事吧 沈妍你没事吧 我不是会你 我不是会你 你打我 你连女人都打我怎么不敢打你 死了 不行 我不想看到你 你给我滚 我不想看 谁啊你说什么 我让你给我滚 我 死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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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正对 我看你 他噻 我看你 就是 我看你 就是 你看你 没事 队长发现一封遗书 瞒着他快 晓月晓月 你怎么跑这呢 我爹也帮你晓晓 晓月 谁 清醒一点 晓月他已经走了 晓月他没死 晓月他没死 晓月你清醒一点 晓月他死了 晓月他没死 晓月他没死 这是晓月的姐姐吧 这是我们在他的身体上发现 晓月的死初步断定为自杀 不可能 晓月最听话了 他不可能自杀 这是我们的初步断定 案件还需要进步调查才能进步 这是我们调整的监控机器 是编辑的人 是 你正常 晓月 晓月 是他 是他就是他 把他抓起来把他抓走 把他抓走 监控有视角盲区 我们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进入神语的房间 晓月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把自己打走 我可以 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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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李晓月 他没有别人 是李晓月 晓月 刚才警察已经说了 就 我说了我要见李晓月 晓月你疯了吗 把剪刀放下 你让他过来 明天全江城的人都会知道 你心寒 晓月 为了雷晓月 急得上山 逼死了自己的绝发 急死 晓月 你别做傻事啊 把林晓月带到医院 马上 把林晓月马上就够了 你冷静 我回了 我不会加冰天 我后悔认识你 我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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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 谁 沈小姐 你别激动 你先把他放下 我们有话好好说 这女孩子的小姐 随于此了 我不知道呀 沈小姐你节哀 他复兴反不肯 心里就不会 这些孩子 让林晓月过来 不然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别着急 我马上就不去 冲心寒才会不适合你 但他 又是个扑子 晓月 沈妍现在情绪不稳定 你去安慰他一下 他心底善良 不会伤害你的 何况我们这么多人看着呢 不去 你打动你怎么会进来 不惜好像看不清你 我真是真心的 让你给赵宇报告 谁 杰人 杰人 这就全分散 愣着干嘛救人啊 谁啊 你 嘉远 嘉远 医生医生快去接点事 刚才那个女病人新穿死了 医生 你说谁死了 就刚才那个女病人 医生快 我不行了 我死了你死了 想借天使的翅膀 抓住运软的态度 沈云呢 我不是跟你们 那你们骗我 傅信涵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沈云活着的时候 你不好好对她 现在她不在了 你在这儿闹什么 赶紧给我滚出去 沈云 你胆子变辣了 以后我才运行你也敢死了 傅信涵 沈云已经不在了 你让她安静地走 不许死 不许死 骗我 你骗我 傅信涵 你干什么 是我的妻子王带她走 你 傅信涵 你们之间 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感情 不想成功不死不休 沈云 希望 你的心是对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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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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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我 先生 把林佳悦的东西全部收拾好 扔出去 是 什么 还有他 给他把工资结算了让他过人 是 先生 李小姐没有一份医院 下他的病庇通知 现在还在抢救呢 他没有你一个一个 你不能不把他当努俗模糊啊 先生 我知道你怕大雷 我已经关上窗户了 你别怕 还有我在这里陪着你呢 你还记得这条疤 你还记得一条疤 这条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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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心眼 你把他又流心了啊 啊 他又不是藏的 啊 你不是不管啊 你再看看我啊 卻不曾说过他 也会转身成功 想要把学来 只见我再说 你在你别说话里面 我很担心 你 你进去看你 我们要到此结束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 晓妍 你不能这么狠心 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 哎 副总 你醒了 不醒了 哎 能自己拿刀把自己的腿割上去 这种定义 你也是江城定义人的 副总 您事先晕倒 给你送医院来了 你不要回去 四年一个人在别墅 你不能累他一个人 他妈 哎 副总 他妈大 不醒寒 沈妍 沈妍死了 尸体都臭了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 你走干嘛去了 他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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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区总的 好 把这些带走 别放在我这儿 葬了我的地方 是有让我转交给你的 他说 你需要知道这些 不醒寒 这些是沈妍在监狱被美景跟其他老犯伤害的监控 另外 你家里的那个赵婶是林家月的表姑妈 证据也符合 哦 对了 还有三年前 林家月跟季正阳在医院楼梯间苟且的视频 你慢慢看吧 尤其是最后一张纸 但你以为是苦是甜 心真情愿 我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可是 可是我怎么样才能让他再回来 让我受罪了 来 先生 林小姐在医院天台上跳楼 你快去看看呀 先生 林小姐在跳楼 跳楼了 嗯 那是也去看看 好 别过来 林小姐你快下来吧 你看先生来看你来了 西涵哥 你不要我了 是我配不上你是我父女 你就让我去死 西涵哥 你不用劝我 我已经想好 我死了过后 你要好好照顾我 快跳啊 这一段天小爱是 你便利上车 哪一段天小爱是 我可能是一段天小爱是 一段天小爱是 警察 我都不知道 你们在做什么 附先生 我们 你带回去接啊 谁给你 把他给我放回去 附先生 你别激动 这具尸体的DNA检测报告刚刚出来 辞者的DNA和诊文信息 被被送了忍耐 并不是 你的书役 直办的说 这具尸体不是你 而是谁 对方就是用这个医用规焦 将别的尸体伪装上 您或者实验女生 附先生 这件事情 可能是 有人实现一幕 附先生 您是不是跟什么人有过去 那样子 不计得按失踪案 或者绑架来 附总 没事 要不要帮您交交来 附总 太好了 哎呀我就知道你没死 你在哪 你是不是和那个姜瑞辰在一起 我不能有那个医院 就是死 你也只能死在我这里 怎么了 是冷吗 我再给你拿条毯子吧 没有 我只是鼻子痒 不好 我知道你很难受 你再忍一忍 下周 我们就去国外的医院 做心脏手术 公事外面说 大佳 查到是林家岳退 沈玉下落的 大少爷 你看什么书 是直接送警局吗 沈颜的病 不能再受刺激了 那就 交给父亲喊吧 沈颜 你怎么出来了 没事 反正 在外人眼里 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那就不会有人再帮小语调查这件事情了 既然整件事情都是林家岳做的 那就把这些交给父亲喊 看他怎么处理 好 福总 都找过了 没有事要先送你 你 您 心上有人在门口放心 4 我 你 我 说 你想 你 你 娘 還有手 小姐 你那樣就這麼厲害了 小姐姐 讓我幫你這是什麼 你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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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救命 你不是了 他為了 他在他用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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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등 看見他 你太滿 心裡 他只是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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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夏哥 我們先這麼沒什麼對不起 你為什麼這麼對我 這次 送你去坐牢夠了吧 把他送到警察局 傅星凱你不能這麼對我還不快拉走 不想再看到他的臉 我告訴你沈言就是被你逼死的 沈言當初救了你 是你恩將仇報 不得好死 好 怎麼了想吃糖 我記得以前 我最喜歡吃他家的那套 那你等我我去給你買 去了國外可就吃不到 我都給你買點 等我 沈言 沈言 我最喜歡吃 我最喜歡吃 你吃 我最喜歡吃 怎麼回事啊 我肚子疼 肚子疼 沒事吧 哎起來起來起來 你怎么还没来 哎呀 我过不去了 什么意思过不来什么意思 小语那些事都是你自己做的 我只是想玩玩不想惹上官司 季正阳你无耻 随你怎么说 反正我现在要忙了 你自求多福吧 喂喂 沈耶 你以前最喜欢的这里看花楼 不喜欢 没关系 那我们先回去 明天我带你去你最喜欢的布密斯 祈福 沈耶 我一定会让教授治好你的 我们永远在一起 祝福你 你如如花花楼 剑 喜欢神的 非要拉着你们一起下地 沈爺 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给没了我 说话 除非 谁能和我 你 就算你恨我 你也不能惩罚自己 我现在就去周顶记 给你买喜欢吃的鸡丝粥 把他收拾好 照顾好沈小姐 沈爺 我看你能有几天 沈小姐 你没事吧 我给你倒点水 你还真是一个活脱脱的闭息师 怪不得跟我一个那么多男人为你活 的手势 啊 你嘉远 是你 没想到吧 没想不到我还能活着出现在你面前 啊你要干什么 就是想让你死死 傅星函 你说 我是这样哄着把他 你 就说什么 或者 我直接放拔火把他烧死 顺便把这儿留你们的痕迹 全都烧我怎么样 快 快 去 去 沈爺 你说我要是在你脸上滑脸的 傅星函还会爱你 他会不会把你当成一个怪物呀 哈哈 看什么看 我看你的样子是很不服气是吗 你信不信不现在就戳下你的眼睛 住手 别过来 带这么多人来生 都快滚出去 现在是事后 不如去 没事 你嘉远从我搬到谁家 不知 你跟这个贱人 谁都跑不掉 你们的账 我已经跪了 到底想怎么样 不想 我让你给我跪下 跪不跪 好 我跪 那如果爱忘了 泪不想若是 不用开口 你还有今天 也就无事 曾经连手都不愿意让人出没的大少爷 我专闭了一个孤儿院 讲给他贱火 跪在我面前求饶 现在可以帮了谁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我求你帮了谁 你真的求了 是 心涵求你凌驾运 我已经很高了 如果当初是我灵在你身边 你会不会也接下来爱我 你说话呀 会 我一定也会很爱你的 是一个 都是一个一个 不然下个人会怎么对我的 啊 下个 你看 你确实看 我家里 啊 啊 啊 沈云 沈云 这算是我欠你的 我也换救了 沈云 来人 救医生啊 沈云 谁也我不许你死 你不能进 救医生 一定要救他 我会给他换心呢 换心 来来来 一分钟前林嘉宾死于鹿伍玻璃 他们的变形成功了 忽然发现 不许你 我不会 我不会嫁给你 我好没认识 啊 嗯 沈妍 外面的花开了 有闹到了吗 是你最喜欢的葵花 当初我昏迷的时候 你为我做的这些 如今我都为你做的 你说这是不是我的报应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你可以生气 你可以睡 我可以的 但是我希望你做任务的一辈子 你还在哪 还是老人 当时我就说过 他能不能显示心理阴影素 不是神经纪律 我知道 他不想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都坚持五年 谢谢 你看 我曾经恨你 恨你 没想到不过头来 还在这里 恨你 给 看一下 这个是以神语的名义 捐给杨老 愿意留 设备的资料 爱宝宝 世界 IA宝宝 宝宝宝 宝宝 宝宝忝宝